好 现在画面上您看到的台北车站 将从2月份开始进行围棋8个月的大翻修 已经启用了将近20年 不仅在硬体设备上很老旧 尤其在三铁供购之后 也常常出现路线标示不清楚 让民众迷了路了 因此这一次围棋8个月的大翻修 势力也会影响到旅客的进出 还有购票流程 空旷的地下街用帆布围起来 原本挂在墙上的广告刊板也被拆下 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B1 汇集了三铁的洞线 但却因为标示不够清楚 许多民众常在这里迷路 找不到搭车的地方宛逐地下民工 要很熟吧 要很熟悉 可是如果不熟的话就很容易搞混 而且台北很大 人又很多 因为我要去接人的时候 有时候会在台铁的地方一直等 然后事实上是要接高铁的人 所以他指示也是不是很清楚 一直以来台北车站就常因为厕所脏乱 动线不清 风雨漏水等问题为人诟病 为了整修这个已经启用20年的首都车站 台铁预计从2月10号到国庆日 要用八个月的时间来进行 地下一楼的厕所整建 动线调整及拉皮工程 另外原本在大厅正中央超大型的 双面售票房也将整个拆除 一楼地板也会全面翻新 但这么浩大的工程势必将会影响 旅客的进出 但工程还不止这些 由于台北车站的消防设施是民国78年 启用时的标准根本不符合现行的消防法徽 加上捷运高铁也陆续加入 早就不复使用 因此也会利用这一次整修同步更新 记者物亚宇林国皇特别报道